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氏漆 我是吴三十 今天又是大杂会时间啦 来看看最近我都买了些啥 好 那我们就从最近的这个阿雅开始吧 阿雅这个IP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吧 它算是我最近有点新入坑的一个IP 就之前没有买过他们家的挖 然后我为什么会入坑呢 就是因为他们家出的这个小头系列 我不知道怎么叫 就都是这种小脑袋 然后小水果还有小饺子什么的 我就对这种系列无法抗拒 他们最近出的那个车粒子我就买了 然后这两个是我在海鲜市场收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是小橙子 是不是还挺小的 真的很小 然后这是一个小饺子 就是他们俩啦 这个个头的确不大 但是做工还是相当精致的 应该还是以那种潮丸大娃的标准来做的 然后他们的价格大概反正是几十块钱吧 就是原价 所以我觉得也还ok 这个的话是橙子 然后它表面还做了一点这种橘子皮的这种纹理 然后这一个是饺子系列的 它是有四个颜色 我最想买的是白色的 但是没买着 所以就买了一个浅黄色的 也挺可爱的 那除了这两个呢 然后这个也是阿雅的 我不是前段时间才拆了RICO的表口音响吗 我当时就是说我非常希望朝晚能够多出一些这种 比较实用性的联名产品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 正好入坑阿雅们就一起买了 它叫做喷气少女 看这个封面是一个泡在浴缸里的 你们能猜到它是什么吗 我来拆开给你们看一下 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打开来 这是什么 一个小书签 一块小皮皮 喷气少女说明书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体了 它其实是一个加湿器 有没有同学猜到 我来把所有东西拿出来 一个是这个加湿器本身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透明的小杯子 就是给你加水用的 一块小毛巾 就是可能给你擦水用的吧 和一支精油 我刚刚在想这个气是从哪出来 因为我感觉应该是就是从浴缸里出来的感觉 然后我们俩研究半年发现气 很有可能是从 对这两个小浴巾这边出来了 因为这里有两个洞 它的加水是在这个兔子的下面 你要把这个兔子拔开 然后往里面倒入水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好不好 然后把小兔子给它插上 有了来了来了 这边比较明显 因为背景是黑色的 能看到吗 它就从这两个口里喷着 我闻到柑橘的味道了 对 除此之外它当然也有别的功能 我来按一下看看 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小夜灯功能 然后它还可以变化颜色 它现在自己在变化 对对对 现在变成了紫色 然后一会儿应该还会变成粉色 然后如果你比较喜欢某个颜色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后面的键 它就可以把这个颜色给固定住 它出来的水汽还蛮柔和的 我这里手放了一会儿 没有什么水珠那种感觉 还蛮细腻的 好然后我们来拆黑色的大家伙 这一支的话 是Molly宇航员400%的尺寸 最新的一支 是它和大九宝联名的 然后是530帮我抢到的 我没有想到它能够抢到 因为我们俩都属于手速比较慢的那种 我觉得很伊利 它是不是超级好看 这一次这只娃娃官宣的时候 我就一眼爱上了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特别 就同样是透明的设计 我觉得比之前的那一支 就是果冻要好看得多 它整体的话是这种有点雷射的感觉 包括背后的氧气瓶 它整体也是这种幻彩的感觉 然后头盔的部分也是带有这种 珠光 对珠光偏光色的 真的很好看 而且它比较跟别的不一样地方 是它有两个大酒宝的配件 就是这样子的两个配件 是可以吸在后脑勺位置的 好有点奇怪 这个是它最大酒宝的地方 对 这一支的颜色是跟它鞋子匹配的 然后还有一个配件 是这种白色的珠光 也可以吸在上面 还有头盔的部分能看到吗 也是这种带有绿色的偏光色 整体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我们干脆一次性 把大家伙都拆完了 是这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一个的话是一个MM豆的架子 它其实就是摆在超市和小卖部里 当售卖货架用的 然后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在某树上活起来了 有一天我正在剪头发 然后无聊就刷手机刷到这个 我发现很多人会买它来给猫 当那个猫粮碗的架子 他们就把猫粮碗架在上面 就放在地上还蛮好看的 我就很心动去搜了一下这个当时的价格 当时可能就是100多的一个价格 然后我就想说晚上回家再买吧 结果晚上就涨到了200多 然后吴三十应该是以最高的价格买的 他就是看到我很喜欢他就去买了 将近300对吧 280吧 就还蛮冤大头的 但是还是有一点小感动的 然后现在它的价格好像又回落下来了 可能只要又是100多 对很多人就是在超市小卖部 可能20块钱就问老板买到了 因为它整体的话 它也不是按照潮丸的质量标准来做的 可以看到比如像手上的这种接缝 还是非常大的 质感做工一般 但是就还挺可爱的 我们现在没有把它拿来当猫粮碗架 我们把它用来放鸡蛋 这些洞正好可以放鸡蛋还挺可爱的 接着来看四个我最新收的FUN2的挖 是一个冷门IP 但是我之前在待达会里面也都拆过 不知道还有没有同学记得 来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树哥鸭 它的造型的话 就一直都是这么一个小女孩糖果肌的造型 只是说颜色图案 包括头上顶的这个东西 还有里面的珠子会不一样 它冷门到什么地步 就是首先出二手的人很少 然后它的二手市场的价格也很低 就除了一些极其稀有的款式之外 很多都是腰斩的价格在出 这四个就是我这次新收的四支 这一支是紫色的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背后有一个小云朵的图案 做工什么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这一支是一个海洋主题的 你看上面有小章鱼 小海草 它的这个珠子也是这种透透的 蓝绿色的珠子 上面还有一个可爱的小鱼 这一支有比较粉嫩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支配色 就是看到价格合适 随便收一收了 里面珠子也是这种透明的粉蓝色 这一支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主题 可能魔法巫师主题吧 上面这个造型实在是有一些 容易让人产生遐想 配上这个颜色 我挺喜欢珠子的 我觉得很像小时候吃的软糖 然后手里还有一个魔法棒 它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底座 像是那种小蜜蜂 小蜂蜜 小蜜蜂 像一个蜂蜜罐子的感觉 就这样站在里面的 我为什么会比较喜欢这个IP 一个是因为我蛮喜欢 这种糖果机 机器人的设定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这个小女孩跟我小时候 长得蛮像的 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然后是这三支盲盒 我为什么会去抽它 是因为我非常想要 这里面的这一对芝士鼠 我觉得超级可爱 抽了三支 两支都翻车了 只有一支是抽到的 然后给你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超级可爱 而且它非常大支 对 跟一般的小一号的这种 潮湾大娃 其实差不多大 它一支是黄色的原色 然后还有一支是粉色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抽到 其实它真的是明盒 所以台面上比较少有 就您捏下面有非常明显对顶的 基本上就是它了 明盒你才抽出了两次 这两支翻车的 就送给你们好不好 看看是抽到什么 我自己都忘记了 第一支是小蜜蜂 它是植绒的 我以为它也是那种普通的材质 确实像个小蜜蜂 很胖很肥的一支小蜜蜂 还蛮可爱的 就捧着个小脸的样子 然后这一支翻车的是一个 小蜜花猫 小熊猫 不知道是什么 这一支是手感漆的 小蜜猫可能就是 这颜色跟卡片也完全不一样 之前我不是拆过一期 RICO和Rio合作的联名款吗 这个真的是说起来一把心酸泪 就我上次给你们拆的时候 拆出来的是这一支 因为当时是新品体验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RICO的忠实粉丝 所以我当时有在视频里说 我一定会去买很多的 然后要抽隐藏给你们看 结果就是我 啥也没买着 就是秒眉的状态 然后现在 登登 你们看这是什么 我有了这一支的隐藏款 为什么会有 这就要有一个小插曲和小故事了 那天晚上准备抢的时候 我们是刚刚自己在家里吃完火锅 然后没想到 我就在那边非常非常郁闷 在沙发上可能郁闷了半个多小时 是吧 吴三十就坐在我旁边 这个时候他突然站起来说 我去收了它 然后我就感到十分感动 我说这个溢价肯定很高 你不要去买了 吴三十说 我是说把桌上的火锅去收了 就是我自作多情了 我会错意了 后来我们俩都觉得蛮好笑的 我就也没有再想这个事情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小插曲的原因 就吴三十真的去收了一盒 不过他没有去收确认款 他就是因为我看他买的那盒 是完全全新没有拆过 就包括连整个快递盒都没有拆过 然后就很幸运的拆出了这只隐藏款 不过这个行为还是不值得提倡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去收了 也有网友说去收的话 就是在助长妞妞的企业 不过吴三十他不太懂这些 他可能也没有那么清楚 只是为了让我开心 所以去收了 大家这个轻喷 这个就是今天的大杂会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里面的哪样物品 那个IP种草了 记得领养这两只小胖盾 我们就说再见 拜拜 十七 跟大家打个招呼 小傻猫